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BG所属的SubreBits并融入社区 Reddit不适合直接营销 但是非常适合去了解消费者的看法评论 对获取产品Feedback有帮助 20Podcast 播客 如果你比较喜欢说话 你可以通过做电台节目来宣传你的产品 把你产品链接放在节目笔记中 21 Polywar 在社交媒体领域 平均订购价值较高的社交购物网站 22 Instagram 当前 一款流行的图片分享软件之一 相信大家比较熟悉了 23 Pinterest 创建账户 并设计多张图片的Boards 以便用户可以通过你的信息找到你的Board 为了追求好的知名度 发布文案内容分享到有众多粉丝的Board 24 Facebook 充分利用FanPages 粉丝页面和Group群组 可以增强互动性 25 Snapchat Snapchat 像Instagram 越来越受到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欢和青睐 是纯粹手机社交媒体 如果你的产品是卖给年轻的观众 这将是你的平台 26 YouTube产品 需要演示的最好是通过视频形式 可以在亚马逊的listing描述中添加视频链接 插入视频 果果酱26个站外的网站 加以利用不仅非一引流 其中像Quer Reddit Tinterest Polybor等这些社交媒体网站 都是不错的选品之地 由于网站设计较多 没有附上所有链接和图片 大家自行去搜索了解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